华真宇的齐天 祝贺华真宇的齐天 有情 感谢这太平 有我才都没朋友 哈喽大家好 我是潘潘 在大多数网友的物有印象里 颁奖典礼通常都是一个严肃的 且庄重的场合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很多90后00后的偶像 出现在娱乐圈占据了一席之地 慢慢的颁奖典礼开始变得轻松有趣了起来 甚至有时候还闹出了不少乌龙 搞得台下的嘉宾小成一片 一个组合在上台颁奖时 是非常考验成员间的默契配合 不仅要有专属的pose跟鞠躬 也必须保持整齐划一 但如果你的队友不小心摔掉时 要怎么化解尴尬 就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脑回路了 那董又林则是因为曾经在GQ10周年上让人看了难忘的尴尬主持宏激一时时不时冒出一句冷笑话和念稿时的平凡出错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车祸现场我看着都觉得特别有意义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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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 头上都要冒清烟了 过去接抢了真正的主持人何炯的风头 台北前辈们当成吐槽没做功课 网友们也纷纷留言 说这么多我都觉得还是故意的 但是我觉得能在台上这么放得开 这种主持人还是真有点少见 舞台是他始终魅力无...舞台是舞台 没事 欣锐演员曲楚潇 哇好帅 在风中游躲云 坐的云 在风中游躲雨 坐的云 首次 首次 一台车 31个人啊 违规 就是功课做的多一点 我觉得你要多做做功课 你在 下一张没给我 我妈还说想尝试剪你这样的头发 但是她现在还在留 还没留出来 哇 我怎么发出这种声音 呃 对黄磊调侃成了伴郎 当然 徐征也立马转机回去 直接玩着无精甜蜜的上台 几人仿佛上演一出小品 时间活跃了紧张的气氛 家属把把鼓掌人搬下场了 场面一度混乱 这会成为几日头条的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仪式啊 谢谢我的伴郎徐征啊 你习惯这样介绍他吗 平时在家也是这么叫的 啊 好嘞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